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是凯宇 在你身旁有没有完美主义的人呢? 你觉得完美主义对于一个人的生命 整体来说是好处比较多 还是坏处比较多呢? 它会让一个人活得更自在 还是更辛苦呢? 今天的分享我们要从一个 比较少被提到的角度 来谈一谈完美主义 我最近看到一个日本美学的概念 叫做瓦比萨比 中文翻译成差吉 差这个字呢就是住宅的宅 旁边加一个人字旁 而吉呢就是寂寞的吉 差吉这个词你可能没有听过 但你一定听过或看过一种建筑风格 叫做清水模 清水模的建筑或者是装潢 就是差吉美学的一种表现 这种风格是用清水混凝土 不加任何的装饰跟处理 直接作为建筑的材料 材料的表面经常会有不规则的纹理或气泡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会出现色差跟裂痕 给人一种很特殊的美感 把这样风格发扬光大的 就是世界知名的建筑大师安藤忠雄 所以呢他有个绰号就叫做 清水混凝土诗人 而有趣的是他之所以这么喜欢用清水混凝土 是因为他刚出道的时候 接的案子预算都比较低啊 所以呢他才会用低成本的清水混凝土 作为建筑材料 没想到这一用竟然成为他的招牌 而说了这么多 那差吉美学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不完美之美 这种美学的观点是 完美并不存在于现实的世界 任何事物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像是手工编织了篮子 形状就会有一点不对称 高温烧出来的陶土杯呢 上面会有裂痕 而庭院装饰的大石头 表面也是粗糙不平整的 这些都是不完美 但恰巧是因为这些不完美 让事物有了它的独特性 所以呢我们要学着 接纳事物的不完美 欣赏它的不完美 因为不完美 也是事物本质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 你会不会觉得 差吉的精神除了美之外 对我们的人生 也会很有启发吗 因为人生的本质 也是不完美的啊 追求完美的人生 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执念 我们应该学着 跟不完美共处 把心力放在 让自己活得更完整 而不是活得更完美 可是我教学这么多年 就有遇过一类学员 让我特别心疼 这些学员很有才华 也很努力 但人生却过得非常的辛苦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不完美 他们没有办法 跟不完美好好的相处 简单来说 就是完美主义作祟啊 他们常常带有这些信念 像是 如果我不完美 别人就会觉得我不够好 不完美就等于是失败 结果比过程重要 结果不好 过程再努力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如果你或你身旁的朋友 也有这些信念 跟你分享三个思考方向 他们可以帮助你松动 或者是改变完美主义的信念 第一个哦 别人不会只用一次的表现 来判断你的能力 完美主义者经常有个心魔 那就是万一我表现得不好 别人就会觉得我很差 觉得我是个失败者 但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啊 都不会只用一次的表现 来判断你的能力水平 讲得更完整一点 就是别人在评估你某项技能的水准的时候 他们看的不是你最差的表现 而是你最好的表现 或者是整体的表现 就像你看篮球比赛的时候 不会因为Lebron James某几场比赛的表现不好 或者是某一次冠军赛的决胜球没有投进 你就觉得他的篮球水平不行 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员 又或者是投资大师巴菲特 在他将近80年的投资生涯里 也犯过很多错啊 甚至于还曾经吃过归零膏 也就是他的投资公司倒闭 股票价值直接归零 但即便这样 也无损于他作为投资之神的身份 第二点 不完美不是失败 而是进步的可能性 起点到目前为止 做了这么多实体跟线上课程 我对我们的课程非常有信心 但如果你问我 觉得自己的课程算不算完美 我一定马上跟你说不完美啊 为什么 因为完美意味着就没有进步的空间啦 没有办法再进步了 而我自己的实体课程每一次上完 都会觉得还有些可以调整跟进步的空间 因为每期的学员都不一样 而我自己随着生命的前进也一直在成长 随着我的成长 课程也会成长 还有像我们的线上课 每一门课程都在打破前一门课程的记录 所以如果你问我 起点最成功的线上课程是哪一门 我会跟你说下一门 所以呢 接受不完美跟不完美共处 也意味着你一直都会成长 第三 练习从过去的角度 看看今天的自己 如果你因为完美主义 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给你一个小技巧 叫做心理时间之旅 做法是这样的哦 想像你坐着时光机 回到五年前 看看当时的你 再跟现在的你比较一下 你会惊讶地发现 原来自己进步了挺多的 走了这么远 以我们为例 我们在五年前 只有四门线上课程 还没有架设自己的网站平台 YouTube的订阅也只有六万多人 可是五年后的今天 我们有了二十门线上课程 有了自己的APP YouTube的订阅数 也来到了五十五万人 五年前的我们 怎么样都想不到 在五年之后 我们能有这样的成果 走得这么远 就像那一句话说的 我们经常会高估 一天之内能够做到的事 而低估了 在一年或十年里 能够完成的事 除了这三个信念的调整之外 我也跟你分享 一个具体的前进方向 有很多完美主义的人 经常会对于目标 有太高不合理的期待 造成的结果呢 就是拖延 甚至于放弃 就像你的新年新希望 如果你想要养成跑步的习惯 于是你设定一个完美的目标 每天跑十公里 那最后的结果 可能是不用一个月你就放弃了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那就是定一个合理 做得到而且可以控制的目标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长上面 就像我们内容部的伙伴就分享 他一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 定了一个完美的目标 那就是每篇内容都要爆 都要有很高的流量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发现 用流量当作是目标 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有些内容他花了很多时间查资料 想切入的角度 但流量就不怎么样啊 而有些内容他只花了一点点时间 但是流量却爆了 这也让他经常怀疑 自己的创作能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后来呢 他改变了自己的创作目标 而且呢 也会随着自己的进步 调整目标的难度 比如说这个月 他设定的目标是理性的论述 那他这个月写的脚本 就会练习这件事 当这个能力慢慢长出来之后 下个月 他就再换一个目标 比如说 去说一个感人的故事 而当你把注意力放在可以做到的下一步 关注自己的成长 而不是完美的结果 这时候随着时间的推进 可能是三年五年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距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所以呢 在人生这条道路上 我们都要有一点差级的精神 除了今天跟你分享的这几个方法之外 我们的线上课程也可以陪伴你 带给你很棒的前进 就像是 我的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这门课程会从语言的角度 帮助你看清楚自己的信念 在这里面是不是藏着完美主义 或者是其他让你辛苦的想法 并且透过四个步骤 帮你重塑语言 调整信念 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还有像是佳英老师的线上课程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会在你设定合理的目标之后 利用游戏里的心理学 把你的目标做拆解 设计成像玩游戏打怪一样 让你感觉到有趣不无聊 而且还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而当你在炒目标努力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压力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另外一门课程 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 这门课程会陪伴你用一个全新的角度 重新看待压力 学会跟压力共处 把压力转化成你成长的动力 最后呢 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棒的消息 就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21号 是我们起点的周年庆 在这段期间 只要你加入任何一门课程 你都能够享有95折的优惠 同时加入两门 有88折的优惠 同时加入三门或三门课程以上 就能够享受超划算的79折优惠 鼓励你把握这次机会 现在就到我们的官网 一次把之前都还没有加入的课程 打爆加入 相关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都有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